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志,亲戚叛之。 多助之志,天下顺之,一昧地使用武力并不能征服人心,所以古人治国崇尚宽厚人正,顺应民心,并谴责杀戮过多终会招来报应,宋亲宗靖康年间。 北宋王朝被南下的金国女真人一网打尽,公元1127年,金国的女真人攻破北宋首都汴京河南开封,俘虏宋徽宗与宋亲宗父子、妃嫔、公主、宫女以及北宋诸王、满朝文武以及大臣妻女共三千多人,史称靖康之难。 如果说靖康之难时,女真人表现得有多威风,那么到了一百多年后,金国灭亡时,女真人就有多惨?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 众所周知,1127年的靖康之尺,是人们难以忘却的伤痛,因此一而建立的南宋。 终其前半生将报仇雪恨看作是自己立国的根本,转机,终于在百年之后迎来。 1234年,在蒙古与南宋的联合夹击之下,金国也难以招架,最终迎来了灭国王种的结局,在这场屠灭金国的战役当中。 蒙古人虽然是战役的主要发动方,但屠杀金国人的行动中,蒙古与南宋已经无法区分谁是主导,谁是主要力量了,双方都对金朝充满了仇恨。 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金朝覆灭的惨烈程度,不比靖康之尺差多少。 一幅长厚图让人清楚地了解,金朝覆灭惨烈程度,更是远超靖康之尺十倍。 1127年,靠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北宋主和派的投降叛国行为,金朝人攻破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尺由此发生。 受尽苦难的,不仅有北宋皇室,更有普通的老百姓,被封为昏德公与众昏侯的二弟,只能在遥远的墨北草原上孤苦屈辱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幸得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在外奔波,没有处在汴梁,所以,他的存活使得宋朝得以延续,南宋也因此应运而生,只不过,照够这个皇帝的生母为贤妃,只能在金朝与完颜宗贤生出孩子,这种奇耻大辱,任哪一个皇帝都不能忍。 得以苟延残喘的南宋,将覆灭金朝当成了自己帝国的根基所在,而这个机会在百年之后终于等到了,至于蒙古人与金朝的仇恨,并不比南宋差多少,在金朝覆灭北宋之后没多少年,1146年,不分青红皂白的金朝,又将成吉思汗的祖先安巴海汉定死在墓驴之上,除了沙族以外,金朝人还在与蒙古族实施了车轮屠杀策略,凡是比车轮高的蒙古男子, 一律都要被斩首,蒙古人的种族延续和牧业发展,受到了金朝的重大打击,就这样,蒙古与南宋在对待金朝的态度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双方都将金国视为死敌,避遇除之而后快。 公元1233年,金国南京,殿京,留守崔丽县城祥蒙,蒙古军俘虏金国后妃,皇族北去,仅仅隔了107年,金朝女真人当年对汉人做下的恶行,就被蒙古人轻易地复制了下来,用在了女真人身上。 这不得不说是莫大的讽刺,在金朝建立之后,出生于游牧民族的金朝,自然懂得游牧民族的恐怖之处,于是对于草原上慢慢兴起的蒙古各部开始持有戒心,并且实行了残酷的减丁政策,使得双方成为世仇,到了金朝魏少王在位期间,金朝因为腐化已经丢掉了此前身为游牧民族的勇猛,军事实力大幅下降。 此时一代雄主成吉思汗,统一了如同一盘散沙的蒙古各部,随后在多次试探之下,看到了金朝的虚弱,于是公然与金国决裂,并且发动了一系列的对金战争,其中就有那一场使得两国国力发生逆转的野狐岭之战。 少王遇刺身亡之后,继任的金宣宗在对蒙古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于是想出一个昏招,想要把在北方丢掉的土地在南方的宋朝手中弥补回来,金宣宗不顾大臣劝阻,调集大军进攻南宋,结果又被名将于介等人挫败。 金宣宗的做法使得本来不想掺和进去的南宋选择与蒙古结盟,与其一同携手夹击金朝,这就有了那场悲壮的蔡州之战的发生,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率领数万蒙古精锐与金国的四十万大军在野狐岭决战,八月,金军大败,蒙古大军一路长驱直入,越过长城,兵为金国国都中都城,因九宫不下,成吉思汗不得不带兵撤退。 但没过多久,成吉思汗就再度率大军进军金国,因为在野狐岭之战中,金国主力丧失殆尽,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再度攻破长城防线,兵封直指中都城,当时的金朝皇帝金宣宗和历史上的宋徽宗一样,送出大量金银财宝之后换到了敌人退兵,第二年,见燕云十六州无法防御蒙古大军,金宣宗决定放弃中都城,迁都南京开封,而成吉思汗认为, 金宣宗此举是想要东山再起,于是成吉思汗蒙宫中都城,中都失守后,又遭到蒙古军的屠城,而放弃中都城的金宣宗,老觉得河北大不失县,丢了这么多土地,是不是得从南宋那弄点回来,于是就调集大军南下攻打南宋去了。 南宋大将孟拱带兵防御,金军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击溃了,宋李宗就觉得有点委屈,于是就让孟拱带兵北伐金国,金宣宗偷鸡不成十把米,还把中立的南宋拉进来。 1233年正月,金埃宗为抗击蒙古进攻,亲率数万兵北渡黄河,蒙古军半渡而击,金军大败,蒙古军迅速渡过黄河,剩余的金军重新集结后,在白宫庙再战蒙古军,结果全军覆没,金埃宗只好连夜登船逃往归德。 蒙江宿布台,随即指挥大军包围了金国都城,城内良静,一时尽身是女多行其余事,只有自食其子者,金国灭亡的桑中已经敲响了。 没多久,金国负责镇守国都开封的大开城投降,金王朝后非,宗室数百万人被押往河林,重演了当年北宋的靖康之耻的历史悲剧,在押送的路上,蒙古军的主将宿布台,下令把车辆之中的所有男性赶下车,排成一排一个个开车。 剩下的女眷就成了这只大军的玩物,其惨状比北宋灭亡有过之无不及,不久,金军大将崔丽杀掉完颜奴身和完颜阿布投降于蒙古,崔丽威逼金国皇太后,阳王荆棘王诸如宗室五百余人北行,以三十七辆大车装载,金军大败之后,蒙古兵烧杀掠夺,满载金银财宝而归,女真贵族沦为蒙古人的奴隶,玩物。 此时的金国与百多年前北宋之行何其相似? 金朝皇室贵族的命运同一千一百二十七年北宋皇族的悲惨情况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是当时的金朝皇帝奔逃在外,如丧家之犬,苟延残喘,一千二百零六年,强大的铁木针完成了对蒙古的大义统,他终于有时间精力与能力,讨伐金朝对蒙古人的残害,但仅凭他义人的实力,还不足以动摇强大的金朝。 同样,偏安易于的南宋也想着报仇雪恨,但他们同样不是金朝的对手,于是,双方有意开始接触,纵使清除覆灭了金朝。 蒙古会成为南宋的强敌,但南宋人报仇雪恨的心已经将这一隐患抛之脑后。 从一千二百一十八年开始,蒙古与南宋的合作已经是迫在眉睫。 板上钉钉的事实了,但是,在一千二百二十七年成吉思汗去世之前,双方对于金朝的作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较大进展。 虽然,压缩了金朝的生存空间,但金朝依然对两国拥有威慑力,铁木针之后再到窝阔台。 他的上位让金朝到了垂死挣扎的阶段,原本由穆华黎独当一面的局势,转变成为整个蒙古帝国对于金朝的碾压态势。 在窝阔台的主导之下,灭亡金朝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窝阔台将整个蒙古帝国的力量倾注到了金朝的前线上。 托雷、苏布台等蒙古著名将领,纷纷在金朝前线上取得重大突破。 一千二百三十二年,五万蒙古兵歼灭十五万完颜河达率领的金国精锐,三年不到的时间,金朝四十万主力军队被蒙古人歼灭,南宋也在此时加入到了攻击金朝的队伍当中。 一千二百三十三年,在蒙古与南宋的夹击之下,汴梁城向蒙古人投降。 蒙古在汴梁城,实施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屠城习俗,但是,金朝并没有投降,反而在蔡州城苟延惨喘了下来,准备组织力量反抗蒙古与南宋。 一千二百三十四年,金朝的统治正式结束了,蒙古与南宋的军队攻破蔡州城。 致使金哀宗让位,金末宗被杀,面对蒙古人要将金哀宗的尸体带回草原的决定。 南宋人坚决不同意,两国商量之后将金哀宗一批两半,分别带回自己的国家,以告慰祖先。 但剩下的金朝贵族与百姓,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接哀宗的皇后,被士兵排着对领辱,一幅长厚图由此面世,金朝贵族更是被蒙古人拉回草原。 常见了当初金朝施加在北宋皇族身上的迁阳里,战后的汴梁城与蔡州城已经没有生气所在,男性通通被蒙古人就地处决。 而女性全被拉回了草原,成为了他们的奴隶,金国的灭亡比靖康之耻还要残烈。 宋朝虽然报了仇,但迎来的却是另一个强敌,而遭受战争迫害的也大多是中原人而已。